小小黑猩猩小庞 和拍檔的牛头犬詹姆斯 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尽管心中充满困惑 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 小庞的梦幻成长故事 剑骑神黑猩猩小庞 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这次两个小家伙 竟然要去采松茸 对小庞他们来说 采松茸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经验 首先和公泽先生来到了报名处 柜台小姐会给他们一个篮子 和一个松茸样本 接着拿着这些工具 小庞和詹姆斯就要去采松茸了 这次的路线如下 沿着鸟居的这条路直直走 首先来到了神社 然后沿着山路 走到树立着采松茸招牌的山区 就可以开始采松茸哦 小庞他们要去出任务的事情 当然是一间有告知松茸山的人 出发了 好吗 松茸教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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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气 小庞 看 我自己的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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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吗 我自己的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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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向前冲的两个小家伙 快速向前冲的两个小家伙 毫无戒心地冲进神社的腹地 虽然如此 工具先生还是放心不下 偷偷地跟在后面观察他们 即使神社里的时间很陡 小庞和詹姆斯 还是精神十足地快步爬着 首先要先抵达神社的阵殿 两个小家伙很顺利地 穿过了神社的腹地 就在这时候 前方出现了两位 刚到神社参拜完的乡客 前前 风泽先生曾经很努力地 教他和人打招呼 不过小庞自己办得到吗 你好 小庞真棒 他灰灰灰灰灰灰的行李打招呼了 真的是长大了 两个小家伙来到了通往正面的这条长长使街 可是他们两个一点都不害怕 依旧是活力十足地往上爬 结果 又碰到三百弯腰回去的乡客 小庞要是像刚才那样一百八十度的弯腰鞠躬 头一定会去撞到阶梯的啦 差一遍 还好没有去撞到头 只剩下一小段时间而已咯 很快的就抵达了神社的正殿 只要穿过这里 就可以看到松茸山了 可是 出现在小庞他们眼前的 是一群在跳健康操的奶奶 不过如果不穿过这里 就没有办法到达松茸山了耶 没错得走快点喽 哎呀绳子缠住人家了啦 没错得走快点喽 小黄竟然就和它们玩了起来 看来它是玩够了 总算穿过了神社走进了山路 松茸山就在眼前咯 虽然在神社里多花了一点时间 不过山路这一段它们走得很顺利 一下子就发现招牌了 要开始踩松茸咯 结果 小黄把篮子里的松茸拿出来 给詹姆斯闻闻味道 难道小黄是打算要詹姆斯去找松茸吗 张姆斯突然奋力的往前跑 是不是闻到松茸的味道呢 一下子就找到了 加姆斯停舟的地方有 松果 加姆斯把松果的味道和松茸的味道搞混了 重新振作 准备再度开始寻找松茸 没想到 这次小庞竟然停在大树前 开始爬起树来了 小庞 别玩了 快点去找松茸啦 这个时候 这次突然动了起来 会不会是闻到松茸的味道呢 小庞发现詹姆斯不见了 赶快从树上跳下来 准备要去寻找詹姆斯 哦 就在这时候 山头里传来了詹姆斯的叫声 难道他发现松茸了吗 小庞满怀希望 拔腿着往詹姆斯的方向跑 没想到出现在小庞眼前的 啊 两个小家伙 好像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青蛙 别管青蛙了啦 快去找松茸吧 没错 不要只顾着玩 要赶快去找松茸才行 突然间 詹姆斯又旁奔了起来 进青蛙之后又会发现什么 没想到 出现在詹姆斯面前的 竟然是货真驾驶的松茸 詹姆斯你好厉害哦 我的天哪 竟然把好不容易找到的松茸 小庞的反应是 竟然打起架来了 好 好 你们两个不要打架了啦 而且旁边就是一个山岩耶 很危险 就在这时候 竟然从山岩掉了下去 不要进吧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怎么样啊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怎么样啊 结果 眼前 就竟然看到三根松茸 小庞日刻把松茸摘下来 小庞把坦下来的松茸放到詹姆斯的背包里面 成功了耶 小庞 好多松茸哦 因为从山岩摔下来才能发现这么多的松茸 真的是好狠 真的是好狠韵耶 看到两个人成功达成任务之后 公子先生立刻新一步赶回起点 顺利 顺利踩到三根松茸之后 两个小家伙急忙沿着原路回到起点 没想到 没想到能踩到这么多 小庞和詹姆斯得意洋洋的下山去 没想到 他们俩竟然在回程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意外 刚才是两个小家伙 在合作以来第一次大打出手 小庞找了一张长凳子 准备要休息一下 然后 小庞温柔地摸着詹姆斯的头 表示要和他和好 其实哪对拍档不会吵诈啊 俗话说打是情貌是爱啊 就这样 两个小家伙很快的就重修就好了 詹姆斯也靠到了小庞身边 就在这时候 你为詹姆斯甩动身体 竟然把松茸给甩住了 你不想 wig 你也太不可 我说我 我众短的 小庞得有私人 竟然阿苏 我众国家传统 魔广家传统 你都没放手 我众国家传统 她面具的松柔已经不会回来了 背包里面则是 虽然也曾经吵过架 那却是两人同心协力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三根松柔 但现在剩下的 只有出发时柜台小姐给的 那根样本的松柔 放弃掉下山崖的松柔 小庞和詹姆斯再度走上回程的路途 先一步回去等他们的公泽先生 看到他们两个迟迟还不回来 显得相当担心 自己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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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虽然也曾经大打出手 还从山岩上摔了下去 发生了很多事情 但总算是平安回来了 小庞 詹姆斯 辛苦了